湖南省淮化市麻洋苗族自治县的大坡村 由于地处深山 交通不便 是淮化最穷的村之一 全村曾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贫困人口 通过发展产业 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村民脱了贫 但身残体弱 无法就地脱贫的群众怎么办呢 麻洋通过异地扶贫搬迁 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搬到了新家 大家怎么生活 如何安心 能不能适应呢 今天的百村脱贫记 就跟随着我们的记者的脚步 去扶贫搬迁户家里看一看 从麻洋县出发 翻山越岭两个小时 我们终于来到了 位于群山深处的大坡村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对父子 已经通过异地扶贫搬迁 住到城里的父亲 想回老宅子看一看 这就是以前我们的老房子 现在是邻居家的 大家看一下 这邻居家的房子是吧 我们的已经拆掉了 以前的房子 咱们老屋跟这是一样的 对 就是这种模式 这个屋子看起来好旧 这会漏雨吗 漏雨就漏大雨也漏小雨也漏 我看这屋子里都被熏黑了整个 那个是小时才有柴火嘛 烤火就是在屋中间 生柴火 取暖 条件是很艰苦的了 那肯定下雨天 它打到雨上也打 那这样的老屋 您住了多少年 几十年 隔壁这片空地 就是唐家老宅 因为搬迁后要复更 屋子已经推平了 当时村干部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做这个工作 说要开始扶贫搬迁的呢 大约是16年去嘛 那是所有时候 我们自己也想 去县里去做 什么为啥子上学啊 像我们年轻生病啊 那是方便点的 要不这样吧 我们一块去县城里 看看你们新家是什么样 好不好 我们去县城里 他们的新家 是位于麻洋县城边上的 龙生家园 这里汇集了周边 18个乡镇 162个村的扶贫搬迁户 在这里 他们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咱新家看着挺大的 老爷子有多少瓶啊 120多个平方 这么大的 那是装修好 那么搬来的时候 对 没了家 就带点杯子就好了 这么方便 可以带我逛宝吗 里面就是有三间物室 相当于是一家三代人 每代人都可以有一间房 还有这个洗衣机了 哇 洗衣机也装上了 就只能买起软道了 以前我们都是要烧财了 很多老乡呢 刚刚搬到县城生活 其实还保留着 种地种菜的习惯 那为了帮助大家 逐步地适应这个新生活 社区还在沿河的地段 给每家每户 分了30平方米的地 大家可以在这 种种辣椒柿子什么的 既降低了生活成本 又保留了乡愁 扶贫搬迁 不仅要让村民们搬得出 更要让大家稳得住 为此 龙盛家园在小区里 建了扶贫工厂 藤原有听力障碍 曾为讨生活 长年在深圳打工 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孩子 现在下楼就能上班 龙盛家园还做了 非常完善的服务配套 大家下楼就能找到社区门诊 活动中心和文化图书馆 还有一个大型的生活超市 这个超市不仅解决了 很多安置户的就业问题 而且这儿的菜价还比外面便宜 让大家可以以更低的价格 方便地买到新鲜的蔬果 搬到了新家园 搬出了新天地 龙盛家园的居民 还把自己的新生活 写成了一首歌 截至2020年3月 中国已累计建成 异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 266万余套 有920万人通过搬迁 走出大山和自然条件 恶劣的地方 实现了脱贫 十三五规划的 异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 已基本完成 未来的工作重心 则是要确保搬迁群众 稳得住 有就业 逐步能致富 总台央视记者 湖南怀华 麻洋报道